十年前,一个即将成为警察的人含冤入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如今,他为了拯救同伴,被迫越狱,改名换性,顶替他人身份重新生活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谎言终究有被揭穿的一天 因为调查梧桐餐厅的案子,金中三身份暴露,李组长下令将其抓捕 但真英不忍心,毕竟是朝夕相处的伙伴,况且他也没真的犯罪 冒充刑警身份也是迫不得已 可就算知道这些又怎样,身份伪造得太过完美,根本抓不了他 为今之计事先搞垮李组长,这样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身份已经暴露,金中三无眼待在警局,继续自己的逃亡之路 不过躲归躲,案子还是要查的 之前朴代表接受审问时,把那张照片交给了金中三 并叮嘱他去找车管家,残局是车管家收拾的 一定保留了案件的关键证据 此时的车管家被队长带去见李组长 虽然车管家得了老年痴呆,但他依然能认出李组长 还非常严肃的向他问好 队长带来的一大包东西,是餐厅杀人案的相关证物 东西已经到手,留着车管家也没用 其实在十年前,车管家就该聊此余生 但朴代表一时心软,饶了他一命 现在是时候回到他该去的地方 眼镜男一路跟着队长,来到了李组长楼下 朴代表和李组长闹呗,局势极其微妙 投告李组长,良心上过不去 站朴代表这边,日子又没发过 真的太难做出选择 生发牢骚时,队长带车管家做出 眼镜男也跟着离开 那边,真英看了医院监控 车管家是被队长带走的 看来他的确还活着 照这么说的话,朴代表是来见车管家的 结果被队长摆了一刀 故意留下朴代表的罪证 从这个行为来看,队长很可能已经投靠李组长 车管家的处境也非常危险 李组长那边得找人盯着 并发布通告通缉队长 真英刚开完会,就把消息 透露给金中三,让他多留意队长的动向 他很可能要对车管家不利 听完这些话,金中三先去检察厅 见了朴代表 两人接下来的谈话内容,不方便 精简在场,于是把他赶了出去 金中三想知道,李会长为什么会 勒住洪老板的脖子 这个朴代表真不清楚 让他猜的话,或许和真爸有关 毕竟他们之前在找的录音文件 就是洪老板交给真爸的 里面录了李会长的私事 而这个私事,也许是李会长的致命弱点 所以他才杀了洪老板 让车管家收拾餐局 但车管家得了老年之代 很多事已经记不清 不过肯定记录在某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应该不是病房 要么藏在别处 要么交给了谁 但肯定不在队长手上 否则他早就背叛李会长 与此同时,李会长正在收回证物 看着手里的茶杯 他回想起当年之事 梧桐餐厅的洪老板 以前为李会长做事 但因为他不厚道 洪老板最终选择背叛 向调查他的真爸提供了一些证据 所以才惨遭杀害 另一面 队长准备送车管家上路 途中向他打听 有没有私藏别的证据 可以击垮李会长的关键证据 有是有 但车管家交给了别人 一个每天都能见到的人 队长不理解 正准备继续询问 但车管家突然尿急 队长只能放他下车 眼睛难看到这一幕 觉得是带走车管家的绝好机会 于是和齐代理开始行动 双方争执间 车管家不见踪影 齐代理急忙去找 与此同时 胡子追踪队长的车牌号找到这里 队长听到警笛声 想要逃跑 但是被眼睛难阻止 队长让眼睛难考虑清楚 他要是被抓 朴带表可就多一条罪证 但如果放他走 车管家就随眼睛难处置 权衡力闭后 眼睛难帮忙拦下胡子 任由队长逃离 胡子一生气 管他什么国情院 当场将眼睛难抓捕 没止到车管家的齐代理 也自投落网 医院里 金中三向护士打听到 车管家喜欢在各个角落藏东西 但基本都是固定的几个地方 消防栓 马桶水箱 洗衣篮 或者花盆下 金中三全部找了一遍 什么也没发现 不过听护士说 车管家是个信徒 每天都会看着十字架祈祷 十字架是车管家自制的 就插在医院的绿花袋里 金中三拔掉木棍 顺势挖开下面的土 里面放了一本圣经 圣经里夹杂着一本小册子 密密麻麻记录了帮理会长做的事 看到一半 队长突然冒出 抢走了手册 这趟没白跑 得来全部费功夫 金中三不能让他得逞 一招勤拿制服队长 拿走掉在地上的手册 谁知突然遭到袭击 连人是咖啡店的员工小郑 队长把金中三交给他处置 自己拿着手册离开县城 他这次可算捡到宝了 就看接下来如何运用 车管家走时 胡子向局里请求支援 阵营和李组长前来帮忙 他们去医院找了一遍 没发现车管家的身影 但却收到护士送来的皮鞋 是金中三拉在这里的 说是车管家的东西 此时的金中三 被绑在附近的绿花袋里 他拼命承扎 却无济于事 之后又莫名其妙晕了过去 阵营联系不上金中三 觉得有些奇怪 于是问了刚才的护士 他们来到之前的绿花袋 没有人 只有掉落的圣经 从书里的痕迹来看 金中三应该找到什么 但人联系不上 也许出了什么事 正说着 李组长看到地上有偷拽痕迹 沿着痕迹向四周望去 发现了金中三的身影 几人脚忙跑去查看情况 呼喊中 金中三醒了过来 但身体已经动到僵硬 李组长好心脱掉外套 帮他取暖 经过这件事 两人的关系缓和不少 看到金中三抓捕李会长的决心 李组长决定暂不追究 假冒身份的事 等一切结束后再说 得到批准 金中三回家休养 准备养精蓄锐 寻找队长 谁知对方主动找上门 和金中三讲条件 只要解除他的通缉令 把真霸留下的录音原件交出 他就归还车管家的手册 金中三又不傻 只有手册没有人证 定交法庭一样无效 队长让他不必担心 手册只是参考证据 里面的内容才是重中之重 为了抓住李会长 金中三答应和他交易 并约好三小时后在这里见 录音毕竟是真霸留下的 金中三回去征求真霸的意见 事已至此 他们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答应队长的提议 此时 严静男正在接受审问 他们虽然是以防疫公务被抓的 但没有确凿证据 更何况有国庆院这个后台 那边已经发话 要求立刻放人 胡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过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金中三已经答应和队长交易 稍后要去交易地点进行抓捕 这些话恰好被严静男听到 队长被抓 对朴代表不利 所以他们要搞黄这次行动 事情有些棘手 需要大人物撑场子 于是严静男伤报李会长 只要是威胁到自己的 李会长势必铲除 时间一到 两人在约定地点见面 金中三带来了录音员件 确认无误后 队长交出手册 谁知半路杀出个小证 不仅抢走手册 还挟持了队长 在严静男的经营下 几人离开现场 就在这时 警方赶到 金中三只能先撤 就这样 手册和队长 都到了李会长手里 这是队长拿到的所有证据 没有任何保留 此时的两人还不知道 他们的对话正被警方监听 时间回到三小时前 金中三把交易的事 告诉同事 并商议了作战计划 打算把李会长和队长 一网打尽 首先要做的 就是利用眼镜男 把交易消息传到李会长那里 这样一来 对方就会派人截胡 而拥有证据的李会长 必定会销毁手册 除掉队长 他们只需要把两人的对话 录进去 然后静待时机 实施抓捕 可是要如何录影呢 队长又不会主动配合 金中三想到真霸的录影机 只要在上面安装窃听装置 再借由这次交易交给队长 顺利成长 也不会引起怀疑 时间差不多 一行人开始行动 拿着逮捕令闯进李会长家 对队长实施抓捕 就在这时 车管家突然冲出 誓死保护李会长 江池坚 队长趁机溜走 李组长看到后急忙追去 其余人负责控制车管家 金中三本想拿走手册 但是被严静男抢先一步 两人为此起了争执 手册一分为二 严静男得手后离开现场 金中三翻了翻手册 表现得非常震惊 他的母亲 竟然是车管家撞死的 并且释出李会长的指使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为什么李会长 用狠心杀掉一对母子 行动结束后 金中三对车管家进行审问 想知道伤害金萌的理由 别说车管家痴呆 就算正常 他也不知道原因 因为李会长从来不说 他也从不过问 可孩子是无辜的 所以他没吓死说 这让金中三更加气愤 惨死的金母又有何过错 车管家见状急忙下回道歉 还说只要见到朴代表 就会交代一切 毕竟当初留他一命的人 是朴代表 车管家只相信他 要想了解事情真相 这是唯一的办法 金中三只能去找朴代表帮忙 并向金简提议 暂时释放朴代表 另外 手册后半部分在眼镜男手里 由朴代表出面比较好解决 金简倒是可以答应 但他也不能心里糊涂放人 起码得要个保障 朴代表许诺 事情解决后 会给他想要的东西 比如郭庆院和李会长勾结的证据 朴代表多精明 金简是知道的 不敢轻易相信他 所以这次行动 金简要全程参与 另一边 逃跑的眼镜男 被李会长的人抓到 只好乖乖交出手册 李会长也没有为难他 拿到手册后就让他离开 此时的朴代表 已经在公司等着眼镜男 可他们来晚一步 手册后半部分 已经到了李会长手里 不过问题不大 你竟然看过后半部分的内容 没什么有用的证据 既然如此 他们就从前半部分入手 找到能牵连出李会长的案子 朴代表提出 先从孩子眼眉案开始调查 他的奇怪态度 引起金简怀疑 朴代表这才明白 那个孩子是李会长那样的 是真正的李英明 被关进精神病院的 是李会长为了掩盖杀人罪行 找到替身 可案子已经过了公诉期 就算能查出什么 也抓不到李会长 但至少能证明手册的真实性 竟然诱导舆论 动摇李会长 而朴代表会出面证明 死去的孩子是李会长那样的 具体原因等找到孩子师傅在说 李会长那边得到消息 朴代表和金简一同出入检察厅 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 这种不确定性 让李会长内心有些慌乱 命安律师时刻关注进展 真英知道金钟三母亲一事后 特地查了案件资料 的确是车管架撞了人 不过奇怪的是 车管架遭事后并未逃逸 而是留在现场等警方逮捕 这个可以解释得通 如果逃逸 警方必定会展开调查 而金母身上有不能调查的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李会长杀人的原因 当时金钟三年纪还小 有个陌生女人要送她去孤儿院 金钟三不肯就逃走了 而那个女人很可能是金花鱼 因为文件上显示 金花鱼与朋友身份出面和解 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所以在调查金母一案时 也要查查金花鱼这个人 自那晚行动失败 队长不见踪影 也没有抓捕李会长的确凿证据 李组长只好另想办法 他根据朴代表提供的照片内容 和真英模拟了 红老板遇害的案发现场 红老板被李会长勒脖子时 一定会进行反抗 这样支架里留有皮肤组织的几率就很高 所以车管架在处理现场时 剪掉了他的支架 这是个关键证据 如果不在李会长手里 那就被队长拿走保命 这需要他们进行确认 另外 也要查查李会长 杀害红老板的动机 做好万全准备 另一边 车管架在朴代表的脸红带片下 画出了真英明的尸体眼埋地 但朴代表根本看不出这是哪里 问车管架他也不说 一会儿脑子清醒 一会儿疯疯癫癫癫 怪罪朴代表把他关进精神病院 看他越说越激动 精简出手阻止 安抚他的情绪 看来车管架是问不出什么 只能在这张画里寻找线索 上面画了十字架 让朴代表联想到教堂 李会长曾经资助过那里 但一时想不起名字 与此同时 金中三和真英来到西广孤儿院 这里是洪老板以前待过的地方 院长看了洪老板的照片 称他为金花鱼 之前赞助过孤儿院 院长翻出以前的照片 找到了洪老板的 不过里面还有一个人 是年轻时的金母 两人手上带着相同的手链 看来关系很好 金中三这才想到 当时去店里工作时 洪老板向他问过这条手链 听说是金母做的 洪老板有些惊讶 之后就对他百般照顾 也许金母的死和洪老板一样有关联 检查厅那边 朴代表正通过捐款记录 寻找那所教堂 期间队长打来电话 用手里的证据诱惑金检见面 为了不让朴代表察觉 金检谎称去见领导 让他老实待着 队长不顾暴露危险 来检查厅附近和金检见面 看来真的是走投无路 他拿出洪老板的手指甲 里面可能会有李会长的DNA 就算这个没有 其余九个总能查到 而他只有一个要求 解除禁止出国令 这点权限金检还是有的 等飞机安全起飞后 他会把剩余支甲的位置告诉金检 队长毕竟是有前科的人 金检不相信他 但为了抓到李会长 他决定赌一把 答应队长的提议 不过他要先验货 让队长四小时后再联系他 朴代表看到这一幕 立刻联系眼镜男准备行动 就这样 眼镜男带着其代李围堵队长 用药把他迷晕过去 殊不知 这一切都被安律师看到 命小郑把姐抓回去 眼镜男得手后 静等朴代表指示 被关在后备箱的队长 一直吵吵闹闹 搞出很大动静 其代李不耐烦 下车急于警告 眼镜男在车里向朴代表汇报近战 结果半天等不到人 谁争想 刚下车就被小郑袭击 还好眼镜男反应快 没有着了他的道 两人在空旷地带活动筋骨 眼镜男不是小郑的对手 被打得落滑流水 和其代李一同被绑在后座 这时 不远处警笛声响起 小郑只能先跑为快 警方接到线报赶来此处 只看到一辆车和车里被绑的队长 队长再次被带回警局 可他依然什么都不说 金中三一看 这可不行 决定亲自上场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他把门反锁 关掉监视器 一幅咄咄逼人的样子 让队长交出和洪老板相关的证据 那可是他保命的东西 不可能轻易拿出 但有可能会随身携带 毕竟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金中三无意中抓到他的手腕 结果发现触感不对 原来藏在这里 搜身时 证据调出 两人急着抢夺 撕坏证物袋 支架全部调出 金中三下意识用手保护 这时 李组长和真英开门进入 一人制服队长 一人保护证物 虽说案子已经过去十年 但支架的保存状态还算不错 可以检测到一些东西 不过金中三碰过支架 得先把他的DNA排除掉 再进行最终检测 只是过程麻烦 不会影响结果 不过要确定嫌疑人身份 还需要李会长的DNA样本 虽然可以申请DNA采集令 但不一定会获批 只能靠其他手段获取 这个包在金中三身上 与此同时 江先生接到一通电话 神色匆忙来到警局 之后开车离开 金中三找到合适机会 潜入李会长家收集样本 东西到手准备离开时 李会长突然走近 金中三只好暂时躲藏 紧接着 江仙景出现 李会长用他的家人胁迫 逼他偷红老板的指甲 江仙景已经受购这样的生活 这是最后一次 说完 江仙景爆出一则猛料 金中三是李会长的儿子 并且李会长本人是知道的 这个惊天大瓜 把金中三整懵了 忘了自己来干什么 直接在两人面前现身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疑问的医生第十六十七集 到底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